如果你老婆或者女朋友突然間無緣無故跟你吵架 說你不愛他了,要分手 而你問他什麼原因呢? 他只是很淡地回覆了你一句 唉,明白你的人不用解釋 不明白你的人不必解釋 留意吧,他可能已經中了雞湯毒了 可能是因為你今早在公司開會 忘記回覆他的訊息 但是那些雞湯文教會他 真正愛你的人,再望都對你有時間 又或者是因為你不夠錢幫他結算一部購物車 而令他想起一個不願意為女人花錢的男人 絕對不愛你等等一系列的原因 什麼?你還未有女朋友? 看得出來 現在的女人全部都被雞湯毒害了 個個都當自己是公主 怎麼會看得上禮你挺容易打綠 又對夫妻感情非常好 結婚幾年都未曾吵架 有一天老婆看了一篇雞湯文 叫做《長期不吵架的夫妻缺乏生活激情》 看完之後,老婆便要求老公和他吵架 厲害吧 那些人的要求真是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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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覺得他很無理取鬧 然後跟他說 你不要太幼稚了 成熟一點 成熟一點 少少要求都做不到嗎 你看看人家隔壁屋的老王多疼他老婆 好,樣樣都比你好 這東西都比你大 口大順適量 成功地被他刺穿了男人的底線 一吵架就離婚了 是不是很激情呢 現在是原理所緣 為什麼女人這麼容易迷信雞湯呢 特別是一些呼籲女人 就應該被男人無限寵愛 男人就應該把工資上繳給老婆 等等這些雞湯深受女性的追捧 比如有些雞湯會說 真正愛你的男人 是那個做完愛之後 還要抱著你睡的男人 但是現實中 很多男人做完之後的表現是怎樣的 首先,推開一條女 誰知是後煙 咦?你是誰啊? 各位男士 原來是因為 每一個女人都有一個公主夢 都希望找到一個 對自己百般寵愛的王子 但是那些 在童話故事裏面才有的 在童話裏面 不用交稅,不用供樓 不用考慮柴米遊言 不要說抱著你睡 就算抱著你的姐妹們一起睡 又怎樣 現實和理想有衝突 而女人又有這個學球 那些雞湯夢 就可以大肆混行朋友圈 但是女人發美夢 男人就要發惡夢 今年年初的時候 出現了一種雞湯 叫做左先生、右先生 左先生就是普通的男人 而右先生就是 幻想出來的完美男人 這碗雞湯一問 就令到無數的女人 高潮了 我一對拍了很多年拖的情侶 她們的婚禮 就是因為這件事擱淺了 那個女人就是因為 喝了這碗雞湯 發現原來她男朋友就是左先生 然後提出分手 說要去尋找她人生的右先生 留下的那個男人 是風中凌亂 Elon B 後來又真的被那個女人 找到一個右先生 看來公主夢還是要堅持一下 然後那個右先生 知道她的故事之後 覺得很感動 最終就跟她的前男友 左先生在一起 現在那個女人在家裡 蓋起哭 她跟我說 安仔 我現在經常被我媽媽催婚 她說我再不嫁就打死我 真是想事 但我找她的垃圾桶嫁了她 算了 然後我就安慰她 你不要太委屈了 委屈的應該是垃圾桶 無緣無故要裝你的垃圾 但安慰她真的有效果 她現在很鎮作 因為她看了兩篇新的雞湯文 叫做 低質量的婚姻 不如高質量的誕生 還有 寧願孤獨中佬 也不愛得將就 我們之所以追求不到女人 就是因為現在的女人 被這些雞湯文毒害了 是不是這樣說 各位男人 知不知道為什麼很多女性公眾後的雞湯文 可以驚久不衰 粉絲還超多天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喜歡幻想的白雪公主 別人寫雞湯我可以理解的 為了吸粉當然寫一些女人喜歡看的東西 難道很直白地寫 你們這些愚蠢的女人 快點回家蓋上去哭 應該說那些粉絲一猛掉了 但我認為 別人寫什麼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在閱讀的時候 有沒有帶上你的智商 如果你對你的智商 沒什麼信心的話 就少喝點雞湯 畢竟那些雞湯 都是身體虛弱的人才需要喝的 而那些美貌與智慧並重的女人 是不需要喝雞湯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關注了安仔的公眾喉 這幾天被左先生、右先生拆了屏 一開始我以為左先生、右先生 是一對機佬 我才知道我錯了 原來左先生、右先生 是兩個機佬 笑而已 左先生、右先生 是對待女生遇到的 工作就業、食飯、黎大姨媽的時候 兩種不同表現的男生 左先生很常規的關懷 比如 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的 別生氣了 懶得激傷自己 再忙都要記得吃飯 當然不會少了泥牌菜 就是 喝多點熱水 然後 右先生 不單止關懷你 還關懷到你 張床 反正在語言上 行動上都有做到 比如幫你訂票 煲糖水 買東西給你吃 請年假 帶你去旅遊 等等等等 然後很多女生在猶如選誰 我很驚訝 這些東西還要問 左邊百兩斤 右邊吳彥祖 你說選誰 煩的都知道 選家裡有十套樓 豪車無數 忙著自己事業的 左先生 笑而已 大多數人都是選右先生的 右先生對女生無名不知 體貼入眉的號 幫你訂票 買衣服 利用自己的關係 幫你完成工作的任務 怎麼看這個人都像 你老爸 只有老爸才會毫無保留 對自己的女好 除了老爸之外 還有沒有 尤 韜魯王的尤先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尤先生的目的性太強 太明顯了 因為他說 你兒媽痛啊 聽說結婚就不會了 不如你嫁給我 喂 我兒媽痛而已 嫁給你 那我如果血崩的話 豈不是跟你生兒子 還要生十幾個 這些這麼厚面皮 毫無科學根據的言論都說得出 真是 我們男女學習這麼廣樣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只要面皮厚 沒有拖不住的手 所謂的右先生 都是從左先生 進化而來的 為什麼 因為 月女無數 問題來了 你想要一個純情的左先生 還是一個情場高手的右先生呢 是不是很難選擇 不是 你不是在這裡糾結 選左選右 而是現實中的右 你遇不到 你在這裡糾結 要不要跟著左的 再好比喻 你的收入只有一個幾號 有人跟你說 你過來 我給你十億你 你還要想嗎 還要糾結嗎 但問題是 沒有人給你十億你的 很危機遇到右先生 又不甘心跟著左先生 在這裡怨 啊 怎麼沒有人追我 不如 推你 滾 不然就被那些男人 用大量的金錢 例如 六元的馬拉灘 就騙了 之後發現自己 上了當 就說 你的臭男人 那個好東西 對於這種女人 我想說 為什麼不試試 同樣是六元的 廣東腸粉呢 這些女生 通常都是 要玩多了 覺得自己好萌 好可愛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朋友圈女生的自拍 一夜之間 變成貓貓狗狗 打開朋友圈 就好像 動物園一樣 發展自拍之前 還要P幾十次 正所謂 拍照兩秒鐘 P相 兩小時 整天 會在JPG的世界 不知方向 就像我這樣 你看 我讀過書 還扮文藝 人類文藝 就是裝B 沒有人關心 還好矯情 但是 誰不關心我 就是轉眼矮 鑽定孤獨一生 創作人 像柳先生那樣 就是轉眼矮 你隨隨便便 就宣判一群人有病 還是癌症 你是WHO 所以我覺得 在問自己 為什麼沒有遇到柳先生之前 才要問自己有沒有這個 什麼都不用做 等人時候 一美索取的資本 沒有公主命 就沒有得了公主病 你自己是吉塞幫神 湯普布拉迪 誰手可得 如果你有這個資本 就不會每日 什麼都不做在這裡 在那裡煩惱 為什麼沒有遇到柳先生 你會煩惱 怎樣才可以少些遇到 全身都是吐露的柳先生 成年人的我 認為 完美的愛情 應該是平等互助 慢慢成長 而不是一味索 drugs 你又不是BB 即使是BB 也會長大的 cium 可能幾十歲了 都是 si 有個百兩斤就先頂起檔 我都相信 右先生的付出未必會持久 左先生的關為未必會太監 如果外情關係平等的話 無論你右先生也好 左先生也好 都會又有錢又貼心又持久 我們講解左先生 右先生 快點關注我們公眾吧 這裡全部都是右先生 大家好 猜不到你 你們的批灰明 有個好戲的話 叫做人家的男朋友 是說人家的男朋友多好 多好 很會得起做浪漫驚喜 而你的男朋友 只會得起做浪費驚客 他們還說很希望自己男朋友是個暖男 我一聽還以為他想自己男朋友變成一隻暖爐 不是啊 我男朋友對我都不厚 就算厚 也沒有人家的男朋友那麼厚 人家的男朋友就是高級紅酒 而他的男朋友就是珠江啤酒 通常一到節日 人家的男朋友就會送女朋友最新款的包包 最適合她的膚質的化妝品 什麼Gucci Chanel LV 那些的 而你的男朋友呢 Ch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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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大姨媽的時候呢 人家的男朋友通常會提前準備好暖寶寶 親自煲紅豆糖水給她喝 而你的男朋友呢 通常會說 喝多點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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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你姐姐嗎 去旅遊的時候呢 人家的男朋友好像個專業攝影師一樣 將自己女朋友拍得好像整個明星一樣 然後拿照片給朋友圈那裡曬 你明得 然後獲贊無數 而你的男朋友呢 經過你的強烈要求之下呢 都將你拍成一個明星的 只不過大聲聲那樣的 很大 很肥的一個猩猩啊 你看到這張照片之後呢 一巴掌就蓋死她啊 她看戲 你說想看小時代 她說 老神訓先看的 你說想看青春偶像劇 她說她不喜歡吳亦凡 Tier 4 Girls 想看國產片 她說太low 想看外國大片 她說沒有劇情 那你說想看安仔動篤笑的現場騷 她說 好呀!但我們還沒打開 別人的男朋友遇到女朋友的電話 立刻就接了,不用等 而你的男朋友半小時都還沒接電話 在看啊 喂,AB啊!中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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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等了 給你電話 有些女孩子就喜歡問男朋友 老公,你有沒有覺得我胖了 而他的男朋友就会说,傻,猪来的 你肥瘦我都喜欢的了,BB 我带你去吃最好吃的东西 我最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了 而你的男朋友就会说,哇,你这么肥,你还吃这么多东西 人家男朋友陪女朋友逛街 不单只帮她选择衣服,主动买单 还主动帮女朋友拿包 而你的男朋友陪你逛街呢 不好意思,你男朋友从来不肯陪你逛街 人家的男朋友就像大厨一样 各种中西餐样样不精通 将自己女朋友养得肥肥白白 而你男朋友呢,只会冲各种杯面而已 难得你煮一顿饭,讲好吃完他洗碗的 谁知他自己吃完就立刻来一个Goyota 在这玩手机了 所以实际斩手指,人家的购物车是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的男朋友已经提前主动帮他买单了 而你的购物车呢?都是空的 只不过被你男朋友偷偷地生空了而已 但是你忍不住会想 都是男朋友,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其实人家的男朋友各种好 但是不对你好,有什么用呢? 你又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对所有的女孩都这么好呢? 很多女孩以为他是他男朋友的唯一 有时候他只不过是他男朋友的其中之一 别人的男朋友再好,始终是别人的男朋友 不需要羡慕的 你只是看到别人的男朋友的好 而看不到他的不好 你只是看到你男朋友的不好 而看不到他的好 你自己的那个虽然不够好 但他肯定有他自己的优点吸引到你的 要不然你们都不会在一起 我觉得应该多些包容他挖掘他的优点 他虽然不完美,但是他需要你嘛 所以我们应该以自信从容 优雅包容的态度去面对 有些女孩说 嗯,我明白的了,多谢你啊明哥 我会好好地对男朋友的了 诶?我好像还没有男朋友的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关注我们公众和网上更多男朋友 我会快去美国,下期再见 拜拜